7月的減息是否離京叛途 回到這節要講講究竟7月的減息是否離京叛途 其實我們在這裏亦都講過給大家聽 減息真的有爭議性 7月的減息 但沒有辦法 因為特朗普在那裏吵架 他自己聯署局亦都有一些小馬 包括聖劉威斯的布拉 有些人都叫要減半厘 終於有兩個人不減 大家互相辭 減四分一厘 減四分一厘 但以聯署的決定來講 你是支持不到減四分一厘 那就算了 問題是2016、2018年 2018年可以加息一直加息 加到差不多到2018年尾的時候 2019年又開始減息 好像在玩 為何會變成這樣呢 其實我們跟大家講過一件事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聯署局本身在對內和對外 都肩負了某些責任 所以因為對內 他覺得不減息也無所謂 但不減就被老闆罵 對外如果他不減息的話 如果美元再飆上去 很多EM 即我們所謂的新興國家 就會出事 所以他其實沒有了自主權 記得我說他沒有了自主權 所以很多事情他看外圍 亦都是拿藉口出來看貿易戰 貿易戰關你鬼事 貿易戰不會長期打 可能打打就沒有了 打打就完 究竟你減完之後又加回 難道是嗎 這件事就是說 貿易戰會不會延長下去 大家就去想 最大的危機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 特朗普在打的貿易戰 其實是將三十年 二十幾三十年的 所謂的全球化還原 當你還原回的時候 你中間會斷鏈的 供應鏈是怎樣的呢 有些出口的要找出路 因為你再不用我的東西 或者出現了貿易壁壘 出口真是死了 你看看德國佬真是最嚴重的 還有一些EM 即所謂的新興國家 也很麻煩 越南也很麻煩 你又出現負利率 美國如果不減 你是不是美元 是否照樣升到砰砰的聲 現在又出現利率倒掛 被人感覺上 咦 是否在衰退 你又迫著又要減 就是每樣東西 是逼你去減息這條路 加上老闆罵 當然全球經濟都不好 IMF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全部都下調 今年 明年 全球經濟增長 每樣東西都逼你走 是要去減息的 所以真的是進退兩難 如果以真真正正去看 美國經濟 如果減息 似乎太早了 但是減也是要減的 現在要說回九月減還是不減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九月減 減是肯定的 九月減得多 人家有一種戒心 死了 減那麼多 是否經濟衰退 如果經濟衰退 大家猜猜會對股市 發生甚麼衝擊 如果減得少 又被特朗普罵 可能減得少的時候 出來的那一種效果 就是這個股市 好像董又跌下去 好像星期五那樣 你說鮑威爾是否 兩邊不是人 減大減又不行 被人感覺上是經濟衰退 細減被人罵 有個股市又跌下去 你說怎算好 大家看九月怎樣 我都不知怎算好 所以真是減又死 不減又死 減得多又死 減得少又死 真是不知怎算好 各位朋友你好 世界粒粒亂 大家都知道 究竟大家在資產的配置方面 投資的部署方面 以及投機的策略方面 怎樣去做好呢 我在9月28日有一個工作坊 希望大家可以來參加 吃東西、聊聊天 以及學習所有投資工具和策略 到時見你